公众模型打游戏 欢迎来到玩游戏 我是CP小编 Solo Leveling 我独自身级 想必大家都看过了吧 无论是在寒门还是动画 都掀起了一股热潮 甚至在动画第一季刚结束 就官宣了第二季 然而这股热潮还未停止 以Solo Leveling为主题的游戏 我来啦 Solo Leveling All right 是永远宝宝宝制作推出 本作采用了关卡动作 RPG玩法 让你享受游戏的剧情 还能玩到爽快的战斗 这方面小编是觉得平行得很不错 但游戏的游戏会不会从我独自升级 变成我独自课金呢 还是我独自非洲叻 小编就来分享我的体验心得吧 大玩家来看一下这款游戏好不好玩 还是一款只是靠动漫热度的游戏呢 本作的故事其实就是将漫画的剧情 搬到了游戏中 在游戏里玩家能透过故事模式来了解 而呈现方式就分成了漫画 3D过场动画 和角色对话等等 但是以漫画的呈现会比较多啦 如果玩家是动画党的话 玩的时候就要注意注意 小心被漫画爆雷咯 那么小编在这里就稍微带过故事吧 游戏背景发生在了 一片会冒出传送门的世界 而这些门就有点像地下城 如果猎人在一定时间内 没办法打败地下城的boss 冒出的各种怪物就会来到人类世界 我们的主角就是身为一级猎人的陈正宇 在一场意外中原以为要死在那里时 结果醒来后获得了升级系统的能力 玩家真的看到他如何从坠落成为最强的故事啦 游戏目前有15个主要章节 里面就包括了主要内容和额外章节 玩家则是需要先完成的主要章节 才能进入额外的章节 而这些章节还会需要玩家使用 主角以外的其他角色 还可以使用钥匙解锁猎人档案 体验其他角色的背景故事哦 所以玩家不只是能玩到主角 还能提到其他角色哦 虽然游戏是叫Solo Leveled Alliance 不过是比较Solo的咯 主角并不是一个人组织战斗的 反正是有一个四人小队 主角再加上另外三个人 而游戏是利用了关卡制的玩法 当进入战斗之前呢 玩家就必须为角色选好各种装备 而且因为每种玩法都有适合的装备 就需要多多尝试咯 比较特别的就是主角啦 他几乎所有武器都能使用 玩家就能靠不同的武器 打出不同的流派啦 看是要远距离还是近距离 这点其实还蛮有趣的 说完了前置准备 接下来就说说动作战斗的部分吧 动作部分除了常见的普攻 特殊技之外 技能也不能少啦 主角还能根据不同的武器 使用QTE来进行连招 让玩家有更多的操控空间 而且游戏还加入了完美闪避 也就是在敌人攻击的瞬间 按下闪避 触发后就能继续对敌人展开攻击啦 那么我独自身机 带上个队友又能干嘛呢 首先如果玩家是在四人小队 也就是有主角在队伍时 队友就只能发动技能 像是治疗啊 给敌人抵Buff 或者是帮主角加Buff之类的 在其他三人小队的关卡呢 则是变成了换队友 可以根据情况来观换角色 每个猎人都有自己的技能和特殊能力 虽然战斗是爽快的 不过还是有点作业感啦 好在游戏能让玩家自动战斗 可以放着让他自己跑 本作最主要的课金地方 就分成了角色和装备 看过动画的玩家 一定是要来看香香的角色啦 作为主角 游戏中还有很多角色 像是大家的老婆 车海英 单手大叔松志烈 还有原创角色艾玛 角色建模都保持得很好 陪友崩 都是大家喜欢的韩式花风 而抽角色也分成了不同词 比较特别的是 能自选提高几率的词 而每个词都是80抽保底一张SSR 虽然游戏前期 玩家是能靠着完成任务 来免费获得抽券 用来爽爽抽卡 不过到了后期角色越来越多 感觉就是要靠农或者克金了 说到这类慢改游戏 就不外乎 要靠升级装备和猎人来增加战斗力啦 除了刚刚提到的故事 和角色背景故事关卡之外 还有各种刷装备和材料的关卡 而刷装备的关卡就会比较特别 分成了不同的tier 就需要一层一层的去打 而小编目前只达到第六章 有些模式还会解锁 能靠着大户气 还有不同的模式可以玩 看来之后真的是要五足四开拢了 以上就是小编对Solo Leveling Arise的体验心得啦 粉丝对于Solo Leveling的粉丝 真的是诚意满满 除了能再次重温故事巨型之外 还能体验到爽快的战斗 如果你是被动画热潮烧到的话 想玩玩看陈振宇是不是真的有像动画那么强 就要小心玩到一般被暴雷咯 然后这款游戏耐不耐玩 就要兼人兼职了 有玩官版改手里的玩家 这款游戏又差不多是一个样啦 但是重现明场景的时候 又很难不跟着软起来 而游戏已经在5月8日 登陆Google Play Store App Store PC平台也能玩到哦 那么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和订阅我们频道咯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影片啦 这里是CP小编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by bwd6